- 現在2024年大選有一個最新的情況 就是敵人跟敵人之間的矛盾 我們可以看到 Kamala Harris跟Joe Biden的關係 正在急速破裂當中 在川普跟Kamala Harris的辯論會的時候 川普說了一句話 讓大家都充滿了疑問的話 就是拜登很討厭Kamala Harris He hates her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 你說到民主權的威脅 - 他有14萬萬票票 - 他們把他離開了 - 你知道嗎? - 我給你一個小秘密 - 他很討厭她 - 他不可以接受她 - 但是他有14萬萬票票 - 他很討厭她 - 拜登厭惡Kamala Harris 這個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知道的事情 - 我們知道敵人內亂了 - 而且正在彼此攻擊當中 - 在民主黨內 - 現在有很明顯的內戰 - 上個星期拜登很難得的 - 開了一個內閣會議 -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 之前是他老婆主持的 - 然後Kamala Harris - 透過Zoom參與會議 - 通常內閣會議的內容 - 是不太會流出的 - 也不太會有很多人在意 - 但是這個內閣會議被流出來了 -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資訊就是 - 是拜登的白宮流出來的 - 在會議上面 - 可以看到拜登的語氣 - 很明顯的在秀肌肉 - 在跟所有的人講說 - 我才是總統 - 現在是我掌權 - 或是 - 我才是總統 - 我才是在掌權 - 卡拉哈里斯你還不是總統 - 請你閉嘴一下 - 我們來看一下 - 回答案的問題是 - 這是我們在一個情況下 - 正好,我們要去 - 呃… - 呃… - 我知道我會去辦事中首次的 - 呃… - 她是我的老闆 - 呃… - 會是… -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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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 呃… - 呃… 各位應該可以跟我一樣看到很明顯拜登在上面很不耐煩 因為旁邊的顧問在那邊跟他講說 嘿請你把那個副總統介紹出來讓他講話 然後他就說我知道啦 好啦好啦他是我老闆 She's my boss 我知道啦我知道我在幹嘛啦 他還是說的很慢很小聲 因為他是個老人痴呆 然後這個時候Kamala Harris就自己出來說了 OK這個副總統直接跳過總統出來說 Hey Mr. President 然後Joe Biden就回應說 One second等一下 好像是在說聽著Kamala Harris 我現在才是總統 我才是掌權的 而且最後他還說就是 好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總統 哦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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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 好像是很諷刺在說 現在是怎樣 你是總統還是我是總統啊 搞清楚狀況了你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就是 Ethan你有點過度解讀這一切了 可能這一切只是拜登老人痴呆症而已 但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他們兩個的矛盾了 因為拜登跟整個拜登家族對於民主黨直接把他拉下來 然後用Kamala Harris取代他 其實是非常的不爽的 最近就有很好的例子 最近佛州連續兩個颶風 然後Desantis沒有接到Kamala Harris的電話 Kamala Harris就接受採訪說 Desantis很糟糕啊 政治化所有的東西 他都不接我電話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NBC在訪問 Desantis在訪問你 Desantis在訪問你 Hurricane的資源和幫助 這怎麼會傷害這個情況呢 你知道時刻和危機 如果沒有任何其他 這真的應該是 那時刻 任何人稱為自己的主持人 說他們會把政治決定 我先把人們放進去 現在人們都在忽略的需要支援 之後Ron DeSantis直接就回擊 就說我是州長 我跟總統溝通 他才是可以動用聯邦資源的人 他現在才是掌權的人 他才是有這個職位的人 你這個副總統 OK 在選總統的人 才是在政治化一切 使用災難來分裂國家 我跟聯邦的美國總統 溝通的好得很 是你搞不清楚 你自己現在是什麼身份 他在那個記者會上面 講得非常的棒 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而Ron DeSantis 這個樣子說 反而得到了 Joe Biden的背書 說 對啊 我跟佛州州長的關係 好的很 OK 聯邦有要給他幫助 他也很合作 所以我不知道 在某些地方有一個困難的開始 但每個總統 每個總統 從蘿莉達到南卡羅來納 都能夠完全合作 支持 不只是這個樣子 呃拜登還在卡馬拉哈里斯的造勢活動的時候 同時開白宮的記者會 彷彿就是要告訴所有的人就是 我才是總統 卡馬拉哈里斯 你記住這一點哦 現在不要越線哦 I do have a note and I'm curious what you think about this we were actually about to go live to vice president 卡馬拉哈里斯 who's speaking right now in Detroit Michigan and apparently she's talking about this port strike ending she's trying to appeal to union workers and yet you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e out clearly overshadowing her answering significant questions is that a communication's mistake is the left hand not talking to the right hand in this situation that's a very good point and if they were coordinated as you assume they would be this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所以有非常多的證據 民主黨黨內的內鬥 拜登跟哈里斯充滿的矛盾 充滿的衝突 最近出來了非常多的片段 就是拜登在卡馬拉哈里斯的背後捅到 好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總統 呃不對啊副總統 哈哈哈哈 他就是我的老闆 很明顯就是在說 你已經把我擠下去了 現在還要搶我的位置 然後卡馬拉哈里斯 試圖要說話的時候 拜登馬上就說 你等等 ok 現在我是總統 這個舞台是我的 你等一下 等我說完之後 你才有資格說話 沒有我的話 你根本就不可能坐在這個位置上 有點像之前那個什麼 呃 國民黨那什麼 呃 韓國瑜接受王金平的這個黨內支持 然後選上高雄市長 然後他們私底下交易說 欸 我把你推上高雄市長 ok 之後你韓國瑜要支持我當總統哦 結果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了之後 就大頭正自己出來選總統 韓國瑜就完全沒有就是國民黨建制派的情況下 以為自己就是韓流來襲 然後輸掉選舉之後 還因為背叛高雄市民 所以直接被罷免 類似的事情就是發生在民主黨黨內發生 誰都可以看得出來 例如紐約郵報這篇報導 評論員表示 拜登被迫放棄連任競選後 破壞卡馬拉哈里斯的總統競選活動 報導上面說 根據越來越多的政治評論員指出 拜登因為被本黨高層迫使放棄連任競選而心生不滿 故意破壞哈里斯的總統競選活動 自7月因為對他的認知能力下降 擔憂而被迫退出選舉以來 拜登對於哈里斯的支持僅限於口頭上的背書 並且幾乎未出現在副總統的競選活動當中 這是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照道理講就是現任的總統會一直幫要選總統的副總統 一直站台一直拉票 柯林頓跟高爾當時是這個樣子 Bush跟McCain那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就連歐巴馬當時也是全力的幫拜登競選站台 但是我們其實知道 卡馬拉哈里斯不想跟拜登站在一起 不想要拜登參與在裡面 因為拜登做的真的太爛了 他不想要跟拜登政府扯上任何一點關係 而拜登最好扯後腿的方式就是不斷的強調 大家記得哦 我在任的時候 卡馬拉哈里斯是跟我環環相扣的 我做的所有的政權所有的決策 他全部都參與在其中 拜登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在執政 其实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事实 拜登就是一个完全被民主党政治机器 控制的一个职务人 民主党就跟他讲说 你就选啦 因为你跟欧巴马的关系最深远 年资也够 老了没关系 我们写什么东西 你就以总统的名义 就是签名就好了 你什么都不要管 只需要在Delaware海边晒太阳就OK了 让我们为了你 还有你的拜登家族塑造你的传奇 就这个样子 拜登造作了四年 把美国在文化上 价值观 治安 边境 国土安全 全部都搞砸了 现在民主党想要用另外一个傀儡 跟他做切割 所以拜登不爽了 还记得拜登那个时候 戴着川普的帽子的那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个帽子那张照片吗 现在新闻报道出来了 说他没有把那顶帽子丢掉 而是带回家了 现在的拜登是真心的希望 Kamala Harris输掉选举 因为他的副总统背叛了他 整个民主党背叛了拜登 所以拜登不只是 让他可以让共和党可以有一个嘲笑他 跟嘲笑整个民主党的机会 他还把那个帽子留下来了 我认为拜登现在应该非常喜欢那顶帽子 非常希望川普可以赢得2024的选举 纽约邮报的这个报道 根据多方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 拜登的顾问和哈里斯的团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问题在于哈里斯一方面想要表现出他对拜登总统的忠诚 另一方面又希望在竞选的时候 宣传自己的代表这个时代的变革 这让他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纽约的民主党策略专家汉克谢恩科夫表示 拜登不积极的支持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可能是一种权力操作 目的是要让大家明白谁才是老大 这位资深的竞选顾问说 认为他对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毫无怨恨 或者说他被迫退出 这样子的想法是完全荒唐的 一些人甚至会把这个形容成一次的政变 所以这个样子的报道内容 外加上刚开始一开始 大家看到这个流出的拜登的内阁会议 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拜登现在在干嘛 卡玛拉·哈里斯自己也知道 以下是卡玛拉·哈里斯在The View上面说 对啊 我就是参与在里面啊 但是 也就是说其实很明显 川普在辩论会上面说的是对的 拜登现在非常的讨厌哈里斯 他试图在摧毁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 现在就是民主党在狗咬狗一嘴毛的时候 现在就是政治最难看的时候 当然我们是一个基督教频道 我们最重要就是看圣经是怎么看的 当我们的敌人互相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 我们真的要感谢圣经 这本神亲自引导写下来的书 太有智慧了 诗世纪里面有一段 诗世纪七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基电汉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三根之初才换根的时候 来到银旁就吹脚 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他们在赢的四围 各站各的地方 全赢的人都乱窜 三百人呐喊 使他们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耶和华使全赢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 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荷拉 米甸人 亚玛利人联合起来 压迫以色列 然后积淀奉神的名 带领以色列抵抗敌人的时候 神就是让敌人互相攻击 这场战斗基本上以色列没有损失 一兵一卒就打赢了 靠着就是神的智慧跟介入 基电带着三百个人 拿着火把 吹脚 呐喊 赞美 敌人就自相残杀 以色列就赢得了那场战斗 另外一个例子 历代字下 二十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约沙法既与民相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赞颂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说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歌唱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伏兵 吉沙纳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 起来吉沙 住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住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背景 神导致敌人困惑 彼此攻击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继续的赞美神 而且穿上圣洁的礼服 还有一个就是 以色列人都出来应战了 基甸亲自带着三百个勇士应战 约沙法也带着军队上战场 这表示我们基督徒 这次也要带着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选票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小组 带着我们的选票来应战 投票的时候 高声赞美耶稣 因为他已使我们的敌人困惑 神已经得胜 最后我们要帮我们的仇敌祷告 他们都是在逼迫我们的人 想要性洗脑我们的小孩 摧毁我们小孩的教育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建立吸毒所 洗脑我们的女人 让他们杀死自己的小孩 开放我们的边境 夺取我们的强支 控制我们的经济 夺取我们的私有财产 民主党他们是坏人 不是像有些牧师说的 民主党也有符合圣经的地方 我们要帮我们的敌人祷告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诗篇三十七章一到三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不义的伸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干枯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当两个敌人 或是两个邪恶的领导领袖 互相攻击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要保持分辨的能力跟信心 我们不参与他们的恶行 而是要相信神的智慧 跟神的主权 因为我们知道 神可以使用敌人 跟敌人之间的矛盾 来成就他的旨意 我们就是应该靠着神 选择和平 祷告 而且跟神的军队站在一起 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不用跟基电一样 拿着号角 拿着火把上战场 我们也不用跟约沙法一样 带着军队上战场 我们不用跟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一样 每一个人跟我一样穿着防弹衣 戴着夜视镜 拿着AR-15 要去见证我们的敌人被摧毁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选票 我们可以透过传福音 我们可以透过和平的手段 来一起跟神做事 所以请大家这次帮这次的大选祷告 请大家帮川普总统祷告 拜登这四年真的是个大灾难 但是四年后的今天 真的会觉得真的是神在做的事 设想如果川普在2020年继续连任了 或许我们现在会过得比现在好很多 世界没有战争 经济会好很多 油价没有那么贵 但是美国人不会发现 敌人有多么的恐怖跟多么的无耻 就是因为2020年的民主党 可以透过选举舞弊 夺取了美国的权利 执政权 他们在极了的情况下 他们过去四年才会全力的 推翻美国的价值观 如果2020年川普连任了 川普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决心 还会对民主党有期待 还会跟民主党继续的合作 例如像说那个Diane Feinstein 夺取人民的枪支 可能会继续放松同婚 川普会没办法看清 我们也没办法看清 但是就是过了四年的 左派全面执政 总统众议院参议院 都在他们的掌控下 只有最高法院还有保守派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 所以各位珍惜这次的机会 跟神一起战斗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一等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 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